因为这个碳水化合物是帮助鸽子来尽快消化蛋白的 这是咱们一撒面自己配过来的 酸好料因为最近换给咱们家的拉夫的产品 增加换给 等会你可以把它收到 这大概就是现在到了 三千三千七八 到四千克 到四千克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一人均备四十克 就是中备四十克但是有些就是 二十几克三十克 有这就甚至达到哪 那就要看哥哥他本身抢食量怎么样 对对对他因为有大的有小的 有体长的有脂弱的 但是我们养赛哥最终目的就不要让这个哥哥 养的拉到一条线 当然实在有些哥哥挂不过来 所以我们为这个小哥哥也养 这是在哥里 这是中处的小哥 最后加多少块钱 这个就是根据鸽子每天飞的时间了 晚上才得有 煮玉米 拿着玉米来试探这个鸽子的 今天飞行的情况 根据它飞行的长转 咱们适当的带一下 因为这个碳水化合物是帮助鸽子来尽快消化蛋白的 如果我们蛋白量太大 这鸽子肌肉就飞僵了 硬 太硬 这鸽子频率好但吃就力不够 所以从小 咱们大概就是 这是五十五百来克 每每天的把这玉米带个百分之五到三 五个量 给鸽子增加一些 其实玉米含盖量也是 玉米啊 它主要含的核光数量 是所有量是鸽子 大概从这个抢玉米的这个频率 你就知道你鸽子 制定寻特 最后它吃玉米这个时候 其实要说这项鸽素脑已经 你看已经已经挺起来了 但你没发现鸽子吃玉米不抢 这鸽子也很简单 说开了也很简单 对对对对 其实你鸽子主要养相比健康 你先喂什么后背什么鸡身 没有太大的 它主要抢就行 就一个字 健康了就抢 吃的有多快 肥的有多快 在这边 这边 这边 就则